大家好,今天我们用6个鸡蛋和一碗面粉来做好吃的 先把鸡蛋打入盘中,再把蛋黄取出来,放入另一个碗中 加入70克的纯牛奶,20克的白砂糖,30克的玉米油 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塞入100克的低筋面粉,用筷子搅拌均匀 搅拌成这种无颗粒的面糊 准备家里常用的绞肉机,里面一定要保持无水无油 把分离出来的蛋清倒进来 加入几滴白醋,或者柠檬汁去腥 50克的白砂糖分三次倒入蛋清中 先用低速打发30秒 看到里面有许多的小泡泡,再加入一次白糖,继续打发 打发至蛋白细腻,把剩下的白糖全部加进去,再次打发 一直打发至蛋白倒扣,不脱落就可以了 把蛋白霜分三次加入蛋黄中 上下搅拌均匀,像炒菜一样 千万不要画圈搅拌,不然容易消泡 做出来的成品就不蓬松了 然后全部搅拌在一起 搅拌成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电饭锅的底部刷上一层油,防粘 将面糊从高处倒入电饭锅中 震出里面的大气泡 盖上盖子,按蛋糕键 全程大约50分钟左右 出气孔盖上一个毛巾 时间到之后再焖上10分钟 香喷喷的电饭锅蛋糕就做好了 吃的时候切成小块 这回孩子想吃蛋糕自己做就可以了 不含任何防腐剂 吃着特别好吃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的频道 度随风 词